管家在威望 凡是全于管家人们的第一个世界 无头干 把我们中国干扯一个强大的 不要像过去人 好可怜 这个防部精神 我们永远的要反扬光大进去 我的名字叫曾军发 1925年9月初次在婆阳 27年 2012年 才轮轻靠起了防部精神 而是同心科病年 回忆其往昔岁月 曾军发依然历历在目 他念初中时日扣9架飞机偷袭婆阳 低空扫射百姓 让他在心中种下了战场杀敌 救国救民的种子 日本偷袭博扬 9架飞机 低空扫射 三个子它打在我头面 这次三层都有人 我怎么有名了 我心里啊 那个时候是死去 心里好难过了 所以说我长大的以后啊 我要为国家 救国家 救人民 要去当兵 高中毕业前夕 在一名校友的推荐和鼓励下 他独自前往南京 投靠黄埔军校 这本一靠啊 这个心里啊 这帝大是不是靠得起啊 就算了是两成多年靠 他那个时候看什么 还看你个身高 还看你个绒毛 啊 无关都很简单 参加完招生考试 等待出榜 需要二十天左右的时间 邓军发被一个庙里的和尚收留 期间他每天步行 前往城里看榜 等了大概等了二十多天来出榜 结果我没办法 咱们办了 天五千轮之路啊 我再教你 等他们讲些相亲 像老乡 像你这个学生 还有这个志气啊 叫我收到你 去到二十一天 他肥为不收 等待出榜 九十四天天就看 天天就看 哎呀 他出得忘了个心里啊 我没面子怎么办呢 没面子我给你走卧桑 可能四十名 有个曾军发三个字 同年十月 曾军发乘轮船沿长江 前往成都本校 这个转转转转转 到成都本校 那个大门口啊 有几个字 你问对点 团生怕死 我走此门 升官发财清朝别楼 我一看啊 我怕是射 我都把你靠我了 啊 我是 我思想上是要救过 曾军发回忆说 黄埔军校以武为主 文为福 旨在培养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 期间要进行单杠 跳跃 负重过河等全方位训练 非常严格且艰苦 在上流 学普兵朝地 天天发 天天发 这个脚真的没烂 好苦呢 我怕是 这年是忙啊 步步千斤啊 全佛武装 枪啊 背包啊 自然啊 大概有四十斤二十公斤 大概在四米地方跳下来 要当兵啊 要为外家啊 一天多年 好多个迷的眼睛啊 就跳下来 都在 还躲得皮股好痛 有几个同学 退学了 不是过关的 只有决心 还有个耐心 因为你的彩刻也 担任成一个真正的黄埔军校 这个冰野生 新中国成立后 曾军发回到家乡 先后担任武装排长 中小学教师 作为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曾军发在日常生活中 一直教育后辈 要继承和发扬好黄埔精神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 在他一月份的百岁生日宴上 他特意手写了一段话 寄予后人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继续奋 方埔军人 旧国威民 奋战沙场 一用牺牲 宣言大敌 七藏三号 今至百年 非凡光芒 方埔军神 不忘初心 爱国革命 全国流放 一万六本 三百元 不能不忘 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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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